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我们来了以后 动物园的参观人数就远远超过香博宝了 博瓦尔动物园是欧洲最大的野生动物园 光是我中国范儿十足的家 就有2.5公顷 长了十分之一个动物园 我家大门上面写着中国之巅四个大字 两旁有实施主力为我看家守门 我家最大的特色是黄色琉璃 不论是小气的凉亭 建筑的屋檐 海双屋脊 或上面装饰的各种宝塔 神兽 都是经过20多道传统工序 摇火淬炼出来的琉璃材质 这可属于我家乡国家级的飞夷项目呢 穿过竹林 路过滑表 则是长亭廊 在一扇扇啬啬的玻璃墙下方 都装饰着石骨文档 就连园内的大熊猫繁殖与保护中心 也装点着各种中国元素 红色的狼架 方形的宫东 还有青花色的大瓷瓶 琳琅满目 在满目中国红中 阳光下五彩的琉璃星星点点 意义生昏 活脱脱的一个浪漫琉璃蒙工厂